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谁呀 您好 我是分期贷款的 请问您是李安宇先生吗 我先 сказал蓝猜ico 喂 喂 这有完没完的 这球这 正好都没变 看完这么热 喂 刚手机没电了 你有一个网贷 啥网贷了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是网络贷款 我没贷啊 怎么没有啊 我们是分期贷 你不记得了吗 我是王建国 你还有完没完了 为了20块钱 你还过个人给我打电话要赵 我再说一遍 我们是网络贷款 那么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你是什么贷 分期贷款啊 大妹子 我觉得你是遇到电信账片 你不还钱 你才是电信账片 你信不信我提交法院啊 别妹子 你别说法院 咱们能不能先找家长 比如我外婆外公什么的 胡搅蛮缠 你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大姐 你肯定是搞错的 你是不是李安宇 电话亲民没错吧 你是问证号码尾号 2998 没错吧 我是李安宇 身份证尾号也对 但是电话不是我的 那电话谁的 电话是我小学同学的 那你是用小学同学的电话 借的贷款呀 哎呦我去 没有 半年前是手机号 和在我小学同学那儿 我这才拿过来的 难道是有人冒充 你的名义借款了 我现在就把我小学同学的 那个信号码给你 他的号码是 188 9518888 你是有用他的电话 但是用你的身份信息 跟我们借的钱 所以我们得找你 这不是我借的钱呀 这找我 那总的多少钱 你今天把钱还了 我就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哎呀我说总的是多少钱 我们现在也不要利息了 你赶紧把本金还了吧 7000块钱 啊 他7000块钱 哎呀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7亿呢 想让他跟话腾呀 阿勇呀去倒腾一下 实在不够呀 那我就找建林问一问 你早说还不就完了吗 我现在把账号给你一下啊 我们公司的账号是 哎 那个 那你 你把利息算算了 从下来开始 我经过还你2005 哎你什么意思呀 都不收你利息了 你还跟我扯皮呀 不是 我下个月发工资嘛 那个 那发300我还你250还不行嘛 你得给我05块钱充公交卡什么的 你别啰嗦 赶紧还钱 再不还我联系家里人了啊 你还能联系到我家里人呀 我有你资料 基本资料上什么都有 那你能联系到我妈不 能啊怎么不能 哎呀谢谢你呀 你赶紧联系一下吧 我妈都失踪了啊 十多年了 你要是能联系到我妈 说不定呀 我的钱就能还上了 我还能呀 给你们送面紧气 感谢你们八倍祖宗 你少废话赶紧给我还钱 哎 你们是分期贷啊 是啊 那要不你带我点钱呗 呃 我有职用 我我我我要还钱 你欠我们钱 我们可不能再把钱借给你了 那我以我小学同学名字赚钱行吗 不行 哎 你这人好奇怪呀 那为啥我小学同学 能用我的身份证给你们贷款 我就不能用他的名字 然后给你借钱了 你你不能借款 那我怎么还钱的呀 我都活着好乱 哎 行了 我还忙着 啊 你啊 想法再跟我联系 啊 哎 这什么人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快不是在睡啊